以色列最先进坦克进入哥兰高地,梅卡瓦4和T90A谁更强? 近日,以色列在哥兰高地明显加强了拘力部署,最新型的梅卡瓦主战坦克,M109自行榴弹炮,以及其他重型战斗车辆纷纷被派了出来。 目前叙利亚军队列装有额制T90A主战坦克,梅卡瓦4如果和T90A相遇,将鹿四随手。 以色列梅卡瓦4主战坦克。 哥兰高地战略地位特殊,原属徐利亚领土,市去西南战略屏障,从哥兰高地向东可长驱直入沙路大马士阁。 其南北长崎11公里,中部最宽处约43公里,面积1800平方公里,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,以色列侵占了1200平方公里。 该地区原有上万叙利亚居民,至今大部分人仍拒绝加入以色列而选择保留叙利亚国籍。 旭军多年来从未放弃对该地区的争夺,两国摩擦不断。 目前以色列北部军区在哥兰高地,至少数了两个预备一桩甲雨,驻守有上百辆梅卡瓦系列坦克。 他们一直将包口对准续境内目标,时刻准备发起打击。 旭军装备的T-90A主战坦克。 自从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,叙利亚政府军无暇他库,哥兰高地较为平静。 然而随着旭军在德拉的顺利推进,叛军被歼灭指日可待,旭军会不会掉转枪口直取哥兰高地,以色列也不得不防。 叙利亚王牌部队如老虎师,目前装备的最先进的坦克是俄制T-90A,该坦克在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,性能优良。 T-90A是40吨级,梅卡瓦4是60吨级,T-90A机动性更好,梅卡瓦4装甲更厚。 由于哥兰高地被称为中东水塔,谷内有数条河流,最宽处才40多公里,所以并不适合大规模装甲集群的展开,如果相遇也是小量目标之间的搏杀。 梅卡瓦4装备一门120毫米滑堂炮,T-90是一门125毫米滑堂炮,配备有炮射击光智导导弹,能在5000米外打击移动目标。 T-90A主战坦克的模型 虽然T-90装甲厚度不如梅卡瓦4,但火炮威力略有胜出,加之重量更轻,机动性更好,在起伏的河谷内可灵活穿插,采用以多打少的战法也有相当的胜算。 梅卡瓦4更适合以异代劳,占领有力位置对T-90进行点杀,这对T-90相当危险。 梅卡瓦4还安装了战力品主动防护系统,可对来袭火箭弹、导弹进行攻击,而T-90A安装有窗帘光电压制系统,主要破坏来袭反坦克导弹的制导头,那个效果更好,只有在实战中见真章。 T-90和梅卡瓦4,谁都有消灭对方的实力,关键还是看战术运用,如何灵活部署。